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生能长得这么好看 就从五官 甚至说到他每一根头发丝 我觉得都是精致的 叫这个名字 叫刘雨 以往这么多年情况下 我基本没有追过星 但是今年的话 我就是无意之间打开了一个节目 当时他是一起红衣上场 就一个国风美少年的这么一个形象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生能长得这么好看 有一天晚上 他正好发了一张他上下班的图 那个微博上 然后我就看 我就足足拿着他的这个照片看了五分钟 我就想说 为什么会有长得这么完美的人 就他其实会在比赛当中传递出很多观点 比如说他很想去做一个优秀的人 他很想去当第一名 然后他觉得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他之前说过一句话 人之所以能 是因为相信可以 就相信能 然后他四岁开始跳舞 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喜欢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能够坚持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多年 而且以后也会坚持下去 我其实这次还挺疯狂的 因为追星这个东西 你喜欢一个人可能没有任何理由 那天我在上课 突然之间微博给了我一条消息说 好像是我抽中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愣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我说不会吧 我这么幸运吗 然后确定了一遍之后 我就立马开始拿起手机 迅速的在半个小时之内买了机票 然后买了这个订了酒店等等 然后就飞过去了 而且自己一个人去的 然后到了那之后 其实真的就是近距离看到他 就很激动嘛 我之前看过一段话 就是其实你追星追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影子 就你想成为这样的人 可能你就会喜欢他 就你追的那个星 在他的身上一定会有一些特质 是你想有但是你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追星在某些程度上 其实也算是可以激励自己的一种 前进的一种动力 对